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較早前才責任勵 走出來訓斥 他口中的所謂專家和醫生 就說人家為何會有這樣的心腸 去阻止香港市民參與全民檢測計劃 只是有一個目的 就是政治計算 接著他還說這班人 就是要抹黑中央 破壞中央和香港的關係 話口未完 今天已經有世衛組織的專家出來 就著大規模的檢測發表意見 而這個意見正正向著特區政府和林鄭打臉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這位世衛組織的專家 就是緊急項目主管Mike Ryan 他說 如果群聚感染的情況持續 就有安排無症狀或輕微病徵人士檢驗的必要 他認為資源是應該要用得其所 強調大規模的檢測 是會浪費金錢和不設實際 當然 雖然暫時特區政府未有就著這位世衛專家的意見 發表回應 但我相信有一個意見 大家一定記憶猶新 在今年一月美二月初的時候 很多市民和醫護人員 都要求特區政府要實施全面封關 即是關閉的六路口 當時林鄭說的一句話 我相信大家都很有印象 他當時 開口埋口都說要引用世衛組織的指引 要遵從世衛的指引 他當時正正就是要根據世衛組織的指引 不應該採取可能助長歧視的行動 於是他就是否決全民封關 大家有印象 所以林鄭月娥真是 似一時比一時 年初的時候 當政世衛組織 所頒發的指引是姓子一樣 不跟是不行的 好了 現在為什麼你又不講世衛指引 不講世衛專家的意見 現在這個Mike Ryan走出來說 搞大規模的檢測 是浪費金錢和不設實際 特區政府的官員 林鄭、陳肇始出來討論他 這個Mike Ryan是不是廢柴 是不是想抹黑中央 是不是想破壞中央和香港的關係 你出來討論他 暗春的一隻二隻當看不到 是不是 這些是否犯討論 很離譜 你出來就要討論他 不然你就要向市民解釋 為什麼年初的時候 就說世衛指引 好像當是寶 今時今世衛專家的意見 你當是草 你出來討論他 一個二個不能交代 一味只懂得針對本地的專家和醫生 別人跟你持相反的意見 不同的意見 是不是 不用扣扣大頂帽給別人 又說別人政治化 又說別人政治凌駕防疫 政治凌駕公共衛生 什麼都說得出 別人只不過是跟你的意見有少少不同 全民檢測檢檢檢不檢就罷就 你都是自願性質的 當時未去到一個地步 說不檢就不能下乘公共交通 是不是 不能行商場 未去到這個地步 你自願性 自願就是別人去又行 不去又行 為什麼那些醫生和專家 不可以發表個人意見呢 請問一定要跟理呢 更何況這個世衛專家的意見 簡直就是踩到大規模檢測是一文不值 就簡直說明是浪費金錢 以及是不切實際的 他所表達的意見 比起本地你口中的所謂專家和醫生更加強烈 你出來秉他嘛 是不是 本地人好欺負一點 這個紅蘇綠眼你就給他面子 你真是不知所謂的 還有你現在搞得這個所謂的全民檢測 請問為什麼你不服辦的選舉呢 現在的第三波就已經差不多搞定了 每天回復單位數字 還是你覺得這樣都還沒搞定的 要清零才行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下年都不清零那怎麼辦 一輩子都不數選 好嗎 好像台灣那些萬年的國民代表大會 做四十幾年五十年 愚蠢 為什麼你這個全民檢測可以做呢 你有本事做全民檢測 你就有本事搞選舉 特朗普在Twitter說的那些 有時候不服他也不行 他正正就是 批評那些民主黨人 為什麼你那些人走出來示威就可以 走去投票就說要防疫 要郵寄投票 那你現在特區政府一樣 你搞這個全民檢測就可以 不如你們老老實實地搞一場選舉 面對民意的檢測更好 你一邊測市民有沒有病 測壓你自己有沒有病更好 笨蛋 是不是 等市民用選票來幫你們這些人檢測 你們這些建制派你夠不夠接受檢測 一味就在這裡拖延選舉 然後林鄭就說 要以你疫情扭轉選情 那時候被你扭進六淫 扭得掉 是不是 今年不用選了 被你拖了一年 是不是 復辦選舉 你有本事就 搞什麼全民檢測 全民檢測不用排隊嗎 全民檢測就很安全 全民投票就不安全 你怎麼說服得到市民 一味就懂得叫那些市民去做什麼 全民檢測 你們這些傢伙自己是縮了一塊 不夠膽接受市民用民意用選票做的全民檢測 那時候世衛專家走出來說話 你特區政府那群废官容官出來駁他 我想聽一下你們到底有什麼可以駁斥別人的 人家說浪費金錢和不切實際 你出來反擊他 不反擊嗎 真的 接著我們看看日本方面的意見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正式宣佈了要辭任 這個首相的職位 他就說困擾他多年的 繪揚性大腸炎 今年就是惡化 需要接受一段長時間的持續治療 他就憂慮未能夠滿足日本國民的期望 決定辭去首相一職 這些就是有始有終 就不像有些人 又在這裡對著外媒 對著不知哪些人說 我想辭職 如果有得選擇 辭吧 不知所謂 那些人不用可憐 所以是 一邊在這裡說謊 好了 說回安倍晉三 其實他打破了一個紀錄 就是日本憲政史上 連續在位首相最長的紀錄 他 截至今天為止 就已經做了 2799天 擦身了 他的外叔公佐藤榮作做了2798天的紀錄 我相信 這個不是巧合不是偶然 其實說他病 說他吐血 那樣 都已經傳出了 一段時間 這個消息 他卻拖到今天 才說 辭任 其實我相信 跟他想刷身 想打破這個紀錄 也有關 最後 他也是 得償所願 那就真是恭喜他 不過有兩件事是可惜的 第一是他推行安倍經濟學 現在就不知誰來他繼任 如果是麻生太郎繼任的話 相信這件事可以得以延續 不過如果由其他人繼任的話 就很難說了 另一件事對於安倍很遺憾的 就是他沒有辦法親自來 主持這個 東京奧運開幕儀式 因為他本身 其實都很想今年可以搞得到 就算他說 沒有了飛機停飛也好 國內自己搞 他都很想搞 但是奈何就是搞不成 搞不成 後來講講說 又說可以押後一年才舉辦 似乎又看到他希望 但是奈何他自己不爭氣 健康惡化 所以有時候的事情 就是事也命也 好啦 其實他任內 曾經是被不少意見批評 說他是對華軟弱 但是我覺得到後期 尤其是在今年全球大流行的武肺疫情爆發之後 他已經對華強硬了不少 而且副首相麻生太郎 在安倍內閣裏面 亦發揮著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因為他是一個鷹派的代表人物 而且立場亦相當親台 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他曾經稱呼 台灣是一個國家 他當時還打趣地說 說他一說完這句話之後 中國共產黨就會生氣 所以你看到他的立場是親台的 現在麻生太郎似乎在繼任人選上 呼聲是最高 有日本媒體的消息指出 說今早安倍在官底就著疫情舉行內閣會議 其後就跟副首相麻生太郎單獨會談了35分鐘 而在昨晚 麻生派的主要成員 就在一家中華料理店的雪餐聚 可能就是想推舉麻生太郎 競逐自民黨總裁一職 其實這次安倍晉三翻閹 日本首相 能夠持續七年零八個月 有賴於他成功擺平得到 日本自民黨內部的派系利益 他分配得宜 所以 就可以安助這個首相位置 而且在任內 他還有本事推動到自民黨修改黨章 本身總裁的職位只可以連任兩屆 即是總共做六年 後來就改了 可以連任三屆 即是總共做九年 所以安倍原本就是要做到明年九月才卸任 但沒辦法 健康惡化 到底他繼任的人選 有沒有這樣的公價 能夠擺平得到黨內的利益佈置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